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出道至今的心酸 你知道多少 2017年 一个节目组派了一位聋哑人找王一博问路 王一博不仅耐心指路 还为他留下了祝福 单纯的孩子到最后也没有发现 他说多少不如意的人都在为生活而努力 我们的幸福来得太容易了 实在是太暖了 他的善良和温柔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2020年 一名医护人员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逆行武汉 坚守前线80多天 用瘦小的双臂一次次抬起患者的身躯 而在他的医护符上写的偶像名字一博等 我给予了他很大能量 王一博看到这一幕后 隔空喊话平安归来 疫情结束后 当时刚刚杀青有匪的他 片刻不停地前往长沙捕路 扮演服务员的他 为深以为傲的粉丝准备惊喜 当他伪装成服务员出现的那一刻 粉丝仅凭三个字就认出了他的声音 王一博说 这或许才是粉丝与偶像之间最好的预见 跑过龙套 演过配角 被怀疑过 被抵制过 现在成为真正的主角 王一博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 17岁那年UNIQ在泰国彩排时 突然有个人朝着王一博泼了衣身红油漆 尴尬的气氛里 他却安慰大家说我以为是在庆功呢 那个时候的王一博没有助理 没有化妆师 他经常被拍到一个人跑机场 一个人跑剧组 时间来不急了就在机场用冷水洗头发 13到17岁 他错过了本该有父母陪伴和呵护的年纪 你还记得他微博的第一篇内容吗 2019年一部爆红的陈情领让很多人对王一博扣上了一夜成名的帽子 没有谁可以一夜爆红 成功的背后都是看不到的泪水和疤痕 21岁生日时 直播谈目骂他几次 声音哽咽 22岁生日被私生犯骚扰打爆电话 从2014年出道到2021年的今天 他用了7年的时间 完成了街舞少年到三期明星的华丽转身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